哈喽大家好 我是车热初见的穆卡 这次我们又来探店了 有一款车型呢 在紧凑及SUV市场 还是有一定地位的 那就是吉利博越家族系列 那么在10月10号呢 吉利博越X上市了 我发现评论区有好多小朋友 都非常关注这台车 所以这次我就替大家跑跑腿 来吉利的4S店 看看这台新车究竟有什么优惠 那么来都来了 所以我一并帮大家看一下 吉利的另外一款比较热门的车型 那就是新月L 那就跟随我的脚步 一起过来看看吧 那么今天我们要说的车 那就是它 它总共有四款车型 售价呢是在11.28万元到14.28万元之间 那么这台车其实和博越Pro 尺寸几乎都是一样的 在哪里有变化呢 就是它的外观和它的智能化方面有所升级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外观采用的呢 是一个特别大的大嘴的设计 官方说这叫能量风暴 但是我特别想说一下 这是不是和长安CS75 Plus有点点像 那在它的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还多了一些橙色的设计 就是整个让它的外观呢 看起来更加年轻运动化一些 车身侧面和尾部 其实除了这些饰板之外 没有太多的变化 只是车身配色方面 它多了五种配色 就是黑灰白银蓝 内饰部分呢 博越X和博越Pro 其实几乎都是一样的 只是配色有所改变 我们这台车呢 是红黑的配色 然后在顶配车型中 它采用的是白蓝的配色 我个人觉得呢 红黑的配色还是多少 有点老气和它的外观不太相符 相比较之下 蓝白可能会更好一些 配置方面的升级呢 是这台车还有了一个 540度全景倒车影像功能 简单理解呢 就是车的周围一圈之外呢 它还有一个透明底盘的功能 地面上的信息 我们也能够及时知道 除了这个之外呢 这台车还有手机钥匙 远程控制等功能的升级 那么本然身高1米67 我坐在这个后排呢 腿部空间腿拖的长度 还有这个头部空间 相对表现还是不错的 那么五年对于一台车来说 其实是一个更新换代的好时机 那么博越家族 也是在它的第五年 迎来了博越X这台车 我们之前也提到了 它仅是在外观 和它的科技性方面有所升级 那对比之下 它的竞争车型 比如说哈佛H6 长安CS75 Plus 这些车 它无论是在底盘方面 或者在它的尺寸方面 都有所改变 所以相比较之下 博越X的竞争力 可能就没有那么大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博越X这台车的 购车优惠方面的政策吧 首先这台车 它有一个1000元定金 可以抵扣4000元车款的 这么一个政策 而且它还能享受 36707的金融优惠政策 除此之外呢 它在它的置换方面 还可以最高抵扣5000元的 置换现金 其他方面 比如说保养啊 流量啊 还有一些小礼品方面 它也是有一些的 优惠政策的 大家可以到4S店再去询问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一台车它有限车 也就是说你到任何一家 极力的4S店 你可以立马提走这台车 那之前我们也说到了 新月L这台车没有限车 以至于我们在整个4S店 都没有看到任何一台 新月L的展车 但是如果想要买新月L 怎么办呢 就去它的APP上 可以订购 你可能要等两到三个月的时间 你才能买到这一台车 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 探店的所有的内容了 如果大家还对什么车型 感兴趣的话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我们会想尽一切的办法 帮你们获取最新的 最快的购车信息 那下期见 拜拜